大部分剛才農舍的人沒有住嘛 這是事實嘛 一轉手他們賺很多錢 有時候看到那個土地 本來是土壤會呼吸 可是很多會變水泥之後 其實有點難過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口訣啦 1 2 3 4 第一個1是什麼 我們抓住刀子 1 然後第二個把刀子 看那些田不見 我是覺得蠻可惜的 讓我覺得 奇怪 這是我以前住的那個教室 道里蘭體驗史農教育的小朋友 踏入田地 卻發現綠地上 早已蓋滿五花八門的豪華農舍 那這個農舍有可能是 作為休閒時候自己的使用 那有一些甚至成為了民宿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在東部這邊比較明顯 可能會推動農地價格上漲的原因 蘋果自石家登錄 排年2012至2018全台農地 12萬多筆資料 發現台東以58%的漲幅排名全台第二 花林漲幅有29.2% 宜蘭漲幅則有18.3% 蘋果前進東台灣 帶你瞭解以華東地區農民所遭遇的困境 我來抽水了 我們有時候會笑說宜蘭很多的農村裡面 全世界各國的房子在宜蘭都看得到 每次這樣搭車回來 還是都覺得 這好像多了一個什麼東西 那我們真的自己 生活在這塊土地 旁邊蓋起來的東西 你的東西一定會留到我這 所以我們前面以前抓 抓小魚小蝦的那個盒 現在變綠綠的 其實會覺得很敢看 一個很重大的改變就是 2000年之前 就是只有農民可以買農地 可是2000年之後 所有人都可以買農地 照說也是應該是 農民可以建農社 2000年後不是 就買農地以後 他就建農社了 那個嚴重到 台北的工地找不到工人 因為全部在宜蘭蓋農社 然後我們的農業也找不到工人 工人都在蓋農社 2000年農發條例說法 允許農地自由買賣 導致豪華農社在全台農地不斷建起 其中移動部最為嚴重 農地價格也跟著向上暴漲 他以前就買了土地 只要土地是我的名字 我就是農民 所以你看你後面這一些 全部都是農社 全部都是 對面那間也是 那個也是 那個也是 那些豪宅全部叫農社 蓋好之後 我房子加土地在賣 一轉手他們賺很多錢 相對的變成說 我們年輕的人 要來租地的方式越來越困難 根據石家登陸資料 發現深入鄉鎮層次 漲幅更為驚人 海東池鄉鄉漲漲幅最多 高達133.7% 宜蘭礁溪鄉漲漲幅達到100.3% 花蓮瑞翠鄉漲漲幅也有112.1% 其實花蓮在103年104年那時候 是農地算是正夯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很多外地的投資客來買農地 一方面是說 因為有大陸客來觀光 然後所以它有 有觀光的效應 那很多人會蓋農社 像我們這個就是 這是我們公司 建設公司的農社的案子 那它蓋農社無非是做民宿 是啊 就是一來它就是把你這個地方 鋼城是一個可以蓋豪宅別墅的地方 利宜蘭小農 是位精神領袖的 股東俱樂部發起人賴清松 這痛疲農地價格漲幅 早遠遠高於農民所得 今天你腳下的大地 是一塊隨時可以被人家抽拉的地毯 農夫 你能過什麼日子你告訴我 抱歉喔 沒人要過人啊 POP 是啊 土地是現在是隨時可以抽換的耶 你腳下踩這個成本是一直往上推啊 你永遠追不上啊 台灣的一戶農地 工作面積平均是0.72公斤 我如果是一個標準農戶嘛 我用我的所得來比我的農地 我大概要34年 都不吃多了 然後我買農地 每一塊農地都在倒數即時結束生命 就農地的角度來說是賣一塊十一塊 可是就投資者買希望買夢想的人來說 他會覺得他買一塊就賺一塊 事實上他的購買是做非農業使用的預期來買農地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現象 假如說我們今天我們國土的規劃沒有辦法發揮實際作用的話 那麼事實上台灣的農業有再好的技術都是枉然的 根據農委會全國農地盤點 每年有盡情供給的農地正在流失 再加上農社不做農業使用 台灣農地正一步步踏入死亡 至於1930點 可真是踏破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